原来 刘今卫何在 敢问阁下是 我将刘今符藏于泥塑马匹中 你们为何无人接应 我等收到消息 便立刻前往 可 可什么可 如今刘金符在宋义辰的手中 我绞尽了脑汁得到他的信任 想夺回刘金符 可你们呢 直接将他射杀 若国主怪罪下来 你们的脑袋都要落地 滚 是 我们啊 瞎落 陈先生 快醒醒你 陈先生 陈先生 你醒了 你怎么样 那些杀手呢 都被我吓跑了 你等我一下 她 能将杀手前三 看来 他定与刘金国脱不改关系 不杀我 怕是恶了从我手中夺回刘金符 也控制隐藏在天师城中的刘金位 先别说 我讨论 可 有 什么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处是否试探出 何苏苏的真实身份 她不仅是刘经国奸细 只怕 在刘青卫中的地位也是极高的 此话怎讲 何苏苏不用一刀一枪 便可以让刘青国的杀手退下 看来刘经国 早已把矛头对准了我们 玉玺被毁便不可立国 这是五国签订的盟约 如今刘经国 攻打天使国名正言顺 只怕其他三国也不会帮忙 陛下放心 臣已经想到办法 将城中的刘经国奸细一并铲除 并修复泥瓦玉玺 不认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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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到哪儿了 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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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苏玉成 他就中箭了 当时 所有的杀手 全都围着我冲过来了 我当时已经 黑虎掏心 再一个 海底捞运 然后一个 苏苏 上学去了 来了 然后一个 小姐 小姐 您先上学去 上学要紧 我还没说完呢 我在这儿等您 行 那你等我 我回来跟你说啊 好 我在这儿等您 等我等我啊 好 我等您 刘经府呢 少主 刘经府已被宋仪辰拿去 我等今日行刺宋仪辰 却得到了一个新的消息 什么消息 太子殿下已安排新的 刘经卫首领来接替您 如今 她正在寻回刘经府 什么 看来大哥 是真的想让我死在天使城中 新的首领是谁 和府嫡长女 和苏苏 和苏苏 一个海底捞运 再来一记 堂牢捕蝉 一个海底捞运 再来一记 堂牢捕蝉 这里不会真的是 间隙的藏窝点吧 大人 下属药士禀告 将您帮来实为下策 这些刘经国的奸细 真的把我当作同伙了 真的把我当作同伙了 现在怎么办 不装下去 只怕一炷香都用不了 就被活活打死 装下去 至少能活三炷香吧 废物 不能用暗号传递信息吗 竟然要将我绑到此处 万一天使国承手发现 岂不是要暴露了 大人说得是 请大人责罚 算了 如今 刘经国攻打天使国在即 本大人正是缺少人手的时候 今日我就先饶你们一条命 若是日后 万不可如此鲁莽 你有何事啊 没事 闪开 大人 这何苏苏却为刘经国奸细无疑 是否要 不必 调查出刘经国暗号 通过何苏苏顺藤摸瓜 将所有奸细一网打尽 是 小玩意儿 不行 万一被刘经国的人知道我是假的 那我不就死定了 肯定会抽了我的筋 扒了我的皮 这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不过 他们那些杀手 说把我抓了就抓了 我还能跑到哪儿去啊 不管了 先上课再说吧 何小姐 唐星人 你也住这附近吗 我只是顺道去当铺一趟 将之前抵押在那里的东西赎回来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唐某嫁境贫寒 何小姐务须道歉 你若无事 不如一同去学堂科好 好 我真没想到他上帝啊 对啊 好 我真没想到他上帝啊 真是 对啊 我真是 我真是没想到你 好好吃 我真是没想到你 这是什么 以往学堂出试 何苏苏 唐星人 都在啊 何苏苏也对啊 你们他们都在啊 秀兵也在 怎么能考试 就要考试 一往学堂的初试半年一次 不通过考核便会留级 而我们如今只是初级瓦甲 若是连这都通不过 便只能被扫地出门了 这要是被赶出去 反而说不定是好事 好事 何苏苏 还有三日便是学初测试 你若是不能通过 我便把你逐出你瓦学堂 别忘了 你之前做过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能不能别告诉别人啊 同学们 此次初试极为重要 前三甲获得者 将与我一同去中原节修缮泥塑 好事啊 一定好 修悦 修悦 你一定可以 那是当然了 而最后三名同学 自行退出你瓦学堂 再不入用 修悦筹啊 那么一定要好好考核 就得努力了 对 我想要努力了 这是校园霸凌吗 这是校园霸凌吗 原来不过时候就有了 来就来呗 谁怕谁啊 烦死了 早知道我以前 就好好学习尼苏理论了 我这字都认不全呢 让我怎么背啊 少主 今日可确定何苏苏的身份 若是这么好确认身份 怕是天师城中的人早就知道了 那我们要不要 千莫鲁莽 何苏苏心思缜密 一直以厌烦泥石世人 如今却能在当铺中 制出彩色泥塑来 如此深藏不漏 却是大哥作派 是 既然是大哥的人 你们便先与他会合 完成大哥交代的任务 至于何时除掉他 我自有打算 属下遵命 我 人家读书要钱 这松一辰要命 小姐 陈先生来了 陈先生 这什么西北风把您给吹来了 何苏苏 三日后的出事 您若是进不了前三名 我便将那一夜之时告知官府 好自为之 是 先生 您先坐下来 听我说 你看我 我真的已经好好努力 在读书了 但是 这读书已是吧 它不是一朝一夕 它就能学得会记得住的呀 你就放过我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我才去了几天学堂啊 你就让我考入前三 要不然 要不然 你报官吧 反正抓我 早死早超生 既然你愿意 那 我现在就带你去报官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开玩笑的 我要是不怕死的话 我还读什么书啊 你好自为之 属下见过卫寿大人 我去 你们拿我这儿当什么地儿了 大白天老有男人进去 你呀 那个 没什么事别白天来啊 被别人看见了不太好 回大人 属下得知您是新任的流经卫手 所以立刻前来报到 还望大人见谅 流经卫手 听名字 应该是天使国里 所有流经国奸细的老大 罢了 我们流经卫 藏于天使国中 最好不要白天行动 有什么事情 可以当铺联络 是 那下官近日可有任务 对了 对了 什么事 本大人想了一想 确实有重要的任务 要托付给你们 三日后 尼瓦学堂出试 你们无论如何 都要帮我拿到 前三甲的名词 是 今日出试 考题为天使国与尼素史 需以天使国 与尼素之间的渊源 进行撰写 考试没有标准的 正确答案 一切以我的评分 做标准 他说多少分就多少分 那他想害我 岂不是太容易了 还好我早有准备 凡是作弊者 一律逐出血堂 何苏苏 记住了吗 记住了记住了 绝不作弊 开始答题 出试时间为一个时辰 就先说我 分辨 不过 不用什么 二字 就不用谢 未经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我扯扰 陈先生 我举报 和苏苏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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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生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还没来得及抄呢 如此投机取巧 真是朽木不可调影 陈先生 我真的没抄 这书都不是我的 不信你看吗 我 早知道就不该救你 弄得现在这么被动 算了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大不了就抓进管府呗 说不定 死了就能回去了呢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或轻于红毛 或重于泰山 横树都是死 看来现在 只能赌一把了 要赌 我们就赌把大的 要赌 囚上 那谁 并不赌 一下 我们这边 还有 他的 之类 为了 大家 先来 我看 这何苏苏是刘经卫之手 却只因我看见他杀人灭狗 就处处听命于我 此举极不合理 臣之前身受重伤 他本可杀我灭狗 以逃脱罪名 可却又救了我 此举更为不合理 听你这么说 朕倒觉得 他不是刘经果的内奸 这一系列的误会 只不过是巧合罢了 想要知道 何苏苏究竟是不是间隙 还有一个办法 有没有人 给本姑娘出来 就你一个人啊 回大人 其他刘经卫 如今正潜伏在尼瓦学堂 为大人解决出事 进入前三甲一事 我是考试作弊判了零分 你们这样都能让我进前三甲 属下不能保证您进入前三甲 但可以保证其他人 也无法进入 陈先生 陈先生 我有问题想请教您 灭火 这尼瓦学堂 怎么也是天使国镇国学堂 你们刘经国可以随随便便就能进了 大人 是咱们刘经国 对对对 咱们刘经国 要想不被天使国的人发现 任何时候说话都要小心 就你这觉悟 活不过三级就得被抓 大人说的是 刘经国早已在尼瓦学堂中 安插了许多眼线 自然将卷子 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全部毁掉 卷子全部被毁 那考试自然就不能做书 到时候肯定会同考 只要能进入前三甲 自然就不会被宋义辰 举报抓进官府了 举报 表现不错 等回到刘经国 重重有赏 郝素素 你果真是刘经国见性 你们都先回去吧 把他救给我 大人 您的安危 放心吧 别说宋义辰了 就算十个他 再加上你们 都不是本大人的对手 快走 是 何苏苏苏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没话 反正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我认了 你从小便在天使国长大 何时开始为刘经国做事 此言差异也趁介绍 此言差异也趁介绍 一直都是刘经国为本小姐做事 本小姐从没有为刘经国做过任何事 此事呢 你还得听我爬一爬 这边请 请坐 contact me 之前我一屁股做死个人 你以为我是刘经国奸细 后来呢 他们派人追杀你 被我忽悠走了 结果他们也相信了我是刘经国奸细 还是个首领 现在所有人 都认为我是刘经国奸细 实话实说 我还真觉得 自己带着任务来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少主 苏苏大人在宋玉辰面前 暴露了自己 是 宋玉辰可有杀了他 苏苏大人武功高强 只怕宋玉辰不是对手 武功高强 你当真愿意帮我们 揪出刘荆国的所有奸细 这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不然我给你打个样 描表忠心 描表忠心 怎么表忍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也有的是办法 好 不过 我帮你搞定了刘金卫 你要帮我离开天使国 行吧 那我先安排一下 今天晚上 我们在这儿贼窝 不见不散 我们的事 你也想要 我们也想要 看 我们为了 但我们把这儿贼 我们看了 这儿贼在这里 我们有我的杀 真是 这儿贼在哪儿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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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竞选流经国主的机会 若是留着何诉说 只怕最后还是太子殿下的功绩 所以我必然要策反他 让他归顺于我 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铲除大哥 少主 太子殿下的人如何策反 娶他为妻 荣辱与共 小姐 小姐 有人找你 谁找我 找我 你高兴成这样干吗 说是你同学姓唐呢 唐 小姐 你快去吧 小姐 快去快去快去 小女啊 还是太过顽皮 女孩子嘛 还是要疼多一点 小姐 素素啊 兴燃你认识吧 认识认识 班草嘛 兴燃在尼瓦学堂品学兼忧 未来可是我天使国 一等一的栋梁之才啊 郭将呢 今日特地前来找你 是要跟你一起探讨学习一事 找我探讨 爹 就我这学习 我还有探讨的空间吗 小姐 探讨一下嘛 你认真啊 探讨学习嘛 没啥问题 探讨学习 总归是好事 那你们就好好探讨探讨 我就不打扰了 爹慢走 和宫慢走 你跟她熟吗 你就喜欢她 不熟就不能喜欢呀 小姐 你这话说的 我看小姐 你是不动这些丫头的苦衷 得得得 能喜欢行了吧 不过 但从项目上来说 你俩确实不太般配 小姐 我开玩笑呢 你家小姐 当然希望你们俩在一起啦 这家伙 嗦嗦 我来喜欢 同学有困难 这便是你们的态度吧 没关系 唐某家境贫寒 和小姐务须道歉 家庭条件一般 人品不错 可以深入交流一下 家庭条件一般 人品不错 可以深入交流一下 走 嘘嘘小姐 今天多有叨扰 还请见谅 唐公子哪里的话 苏独还想让你多来祭祀呢 请坐 有什么探讨的呢 你就跟馨儿说就可以了 我还有点事 一会儿就回来啊 我 唐公子 咱们可以开始吗 大人 我等你全部隐藏于街巷之中 若是遇到危险 便会第一时间营救你 是真是假 今日之后一切便会断绝 早知道 去该问问暗号是什么的 这想见个面也太难了吧 这么大的天使国 你让我去哪儿找他们吗 刘金国的绝技隐身术 大人 这样你都能看得到我 我 大人有何吩咐 一个时辰之后 叫你这些会隐身术的兄弟 到当铺开会 是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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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我傻还是你傻 把这群家伙迷晕交给苏义辰 到时候自然有人使去买 我也就解脱了 见过卫手大人 大家不必行如此大礼 快快请起 就你们四个啊 回大人 潜伏在天使国的刘金卫 人数众多 人多眼杂 太容易被人发现 就来了四个 宋医生会不会觉得我这中心 表得不明显啊 大人放心 刘金卫共有三处 负责情报暗杀和侦查 三处的大人全部在此 任何命令都可以第一时间 传递给所有人 非常好 你们是刘金国的重臣 个个背井离乡 卧薪尝胆 我代表 刘金国的国主呢 敬诸位一辈 刘金永住 万死不辞 刘金永住 万死不辞 该你了 为了早点离开 豁出去 我们大家如此团结 我们大家如此团结 那必须此时此刻 要敬上诸位一杯 来 刘金永住 万死不辞 刘金永住 万死不辞 干杯 刘金永住 万死不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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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paraly 万死不辞 难死不成 富岳 并立刻通知护城军围剿此处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